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我们的观众2003年来到英国看我们节目多年啊很喜欢 然后呢就说他说去年您天天念念到是本命年 我在格林尼治天文台脚下的手工艺市场找到了1967年出的钱币做的戒指 就是1967年的英国出的这个钱币 因为我就生于1967年嘛 能传看一下 然后呢他说希望表达一个观众的祝福 可惜啊他寄了一回还给寄丢了 寄丢了他于是呢就又做了又找又做了一个 上个星期天才拿到这枚三变式的这个钱币呢 是英国1971年币制改革 从12进制改到10进制 1967年是最后一年制造 所以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希望传递呃观众对呃我的这个呃美好的呃祝福 这是一位姓蔡的这个先生 未经允许我就不说全名了哈 当然我知道呃这么多年来很多观众经常给我们寄这个礼物哈 我就说他对其他人好像呃 我觉得是一个代表性的吧 这是向你求婚了啊 哈哈这是个先生啊 对我还没准备改变呢啊 但是非常感谢啊 所以呢这就是他也是我们万千观众的算是一个一个代代言人啊 呃那说了这一个恩人之后呢 就要说说说我的第二个恩人 就是我们的老板 哈哈哈哈 但我在凤凰是这个拍马屁是成精的人物 你们今天可以领略一下 学习一下这个道行之身 哈哈哈哈 我哎说实在的 曹老师就是近些年啊 我也出去到外边得挣点钱吗 其实呢真的到外边这个晃了一圈之后 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很多情况啊 呃你需要重新适应 比方说啊 我现在有时候我到外面做一些个勾当之后啊 我才回过头来想想啊 这个我这个刘老板呢 很伟大 很会夸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 就说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这个做节目的这个圈里啊 在这种就是说是商业广告 什么植入商品 植入话题 植入演员 植入什么嘉宾 植身无就是就是说资本几乎植入一切的这么一个当今都成了惯例的情况下 我才发现什么呢 我才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 这都到马上就十九年了 我敢说一句负责任的话 这十九年来 我这个老板就我记忆所及 没有要求我请过任何一个他说的人 就他指定的人 没有要求我谈任何一个他说过的话题 我觉得这不容易 你说这个激进与伟大吗 在今天社会 我怎么来的 所以我今天请人民日报一起来赞养一下 我姓刘 刘我跟姓刘的有缘分 我妈就姓刘 今天都套上了 你也是表弟 表弟 你也跟着 我也跟着夸一夸 我也出去参加一些其他节目 我也确实感觉到说我是每回来枪枪录 都感觉 当然有师兄在 但是还是感觉数枪枪感觉好 就是那种确实没有任何的 而且观众看到的说我们是不是减了很多 我回去都给大家说 录26分钟 不25分59秒 没错 没错 基本上不减 除了危害党和国家的 这我本人不能接受 就像人家王蒙老师 有一回还说 说有一位老干部跟他说 说哎 你那个枪链才行特别好 说为什么特别好呢 说你们那都是急性的 因为没搞嘛 老干部很有经验 说我知道你来不及编瞎话 所以我为什么提到我们老板呢 因为你要是单纯为了私人 我觉得没有意思 今天我碰到很多植入 曹老师 你知道今天的社会 我过去认为世界是一清二白的 比方说广告是广告 节目是节目 20年前香港的电减条例认为 任何广告不能植入节目当中 否则是侵犯观众利益 但是你看今天的社会 20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 商业越来越产生一种合谋和我们 但是这种合谋 我一时难以判断 比方说啊 那么现在有的企业就是 他不是说特别low的那种 植入一个广告 他是希望你谈一个话题 也恰巧因为我们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的理念 也是这个话题 我不要求你说我的企业的名字 我不要求你给我企业打广告 我只要求你们谈好这个话题 你看在这个意义上 我就发现有时候 事情变得有些灰色 就是如果这本身也是我们想讲的内容 那么又有企业愿意跟你进行合作 那么这个事情是做还是不做呢 这就是商业改变世界的方式 你想西方的政治现金不也是这样 他也他献出这个钱来 他也没有要求说这个政客天天提他企业的名字 而是推动事情往与他有利的方向走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能是在一个商业或者消费社会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潮流 开个玩笑啊 你这是不是在提醒企业们可以来赞助各种节目 各种话题 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倒不是 这反倒是我现在非常大的煎熬 每天我这个作为传媒人的良知啊 就在这个中间在在衡量 因为我想咱做出节目来 不是说观众就会喜欢听我说什么 但是至少得保证我口说我心呢 哎呃 但是呢 你又不能拒绝沸腾的社会生活 所以不是 我是拿这个事说起另一件事 比如说有些人讲说我今天想要聊聊刘长乐老板 肯定以为我拍马屁 我这么衡量这个 当然是拍马屁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拍马屁和公众利益相结合了 它本身是一个公共话题 而且是跟跟国家民族有关联的话题 那这个我认为可以拍这个马屁 那当然 所以我说的是什么啊 当然不是私事 是公事 我们老板是全国政协的这个这个呃 委员吧 对吧 然后呢 他在政协上有一个呃讲话 大会发言 有一个啊 是在大会上发 哦 他是两会记者嘛 我能不能也顺着你这个很精的方式来顺手拍你一下 原来你那么一个铺垫 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怀疑你在拍 是不是 就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我确实是在拍马屁 他是非常更直的一个 不 因为这是我自己自愿的 他不是 同样也不是我们老板要让我谈这个 是我愿意谈这个 因为这里边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他说的是这个公民 公民素质这方面 就是说这个如何提高公民素质呢 他提出的一个建言呢 就是说呀 要恩威并重 不光是道德上引导 但是呢 还应该立法 比如说他说你看 这个说呃 原来酒驾在咱们国家很猖獗 对吧 后来呢 提出酒驾入行之后 马上就好像这个立竿见影的就收效很快 好像只有高小聪进过监狱 今天是阴人的 然后呢 所以他比如说他对于控烟呢 他都有这个啊 他希望呢 就是就是又有道德引导 又有法律的这个严严惩 这样比较好 但是我注意到的是他谈到的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餐桌浪费 你看我他他他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 也许人们觉得自己掏钱买的食物啊 自己有权处置 但在德国这是违法行为 有钱也不能任性 曾经有中国游客在德国餐厅用餐 因为剩余过多呀 剩的太多被举报并且遭受罚款 理由是什么呢 钱虽然是你自己的 但是资源是全社会的 有数据表明啊 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 一年高达两千亿元 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所以他就说建议我们的文明法规啊 要深入拓展到餐桌浪费 垃圾分类这些领域 哎 我觉得这事挺有意思 呃 为什么吃饭总剩下 其实倒也不见得是有心浪费 你比如说表现在我身上 我就发现呢 我个人有一个这个 劣劣等的毛病 就是说眼大肚子小 就是我没有计划性 我你看我有的朋友 我心大是相当的佩服 你比如说那个像陈小青拍那个舌尖上的中国 那点菜 那点的就是刚刚好 什么都有 你我点呢 你像我老师就说是 哎 宁愿不就是宁愿剩下也别不够啊 你到时候朋友吃饭就不够了 特别磋火苗就上来了 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讲个排场 不是排场 就是特别怕好像万一 没吃饱怎么办 就很没面子吗 这个其实是中国前一些年 前些年贫困造成的 反弹 反弹 我你咱们担心做主人的 担心做这个请客的 担心大家吃不饱 我记得很清楚在小时候家里哥哥插队 家里来了几个打队书记啊 什么公社书记啊之类的 我忘了什么人 真的没够吃 那个时候都穷了 真的没够吃 我们真是竭尽全力 他来的很突然 还到邻居家戒了鸡蛋之类的没够吃 人家当场变脸 这个是一种恐惧感 你对 你知道吗 格子 你们现在是生活好了 你是几几年 你是八九年 八九年 是一个八九年生的 我六七年 你知道我呢 就是胃就被撑大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那个时候油水太少了 我现在发现 我有时候就是老怕不够吃啊 就点菜的时候老怕不够 不倒不是说面子 而是真的我们这个衡量啊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家撒儿子 那我爸我妈就是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挨饿呀 就说那个时候就说这三儿子如狼似虎啊 就说做多少都不够 这加一 因为你知道没有油水就只能靠粮食 我们那吃那棒子面饼子 包括一直到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那个学校食堂 为什么学生吃的多 因为油水不够 特别少 当年我们他组织过校园内的那个游行 就是抗议那个饭堂油水不够 就是当油水不够的时候啊 你就吃的特别多 所以我们我在武大的时候 我们跟同学一起去吃那个自助餐嘛 当时武汉自助餐是38块钱 我印象特别深刻 可能两个人就能吃16块药 结果有一回真有人点多了 自助餐从来没见真有人说是吃多了罚款嘛 没见真有人罚过 那回真被罚了 罚了5块钱 我印象特别深刻 但你说5块钱有什么用呢 等于说还是白罚了一通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曹老师你觉得啊 就说我们这个民族最近老有人研究民族性那天我们还在讲什么巨英国什么的啊 有没有民族性这是个这是个虚头八脑的事 但是就是说中华民族到底是个勤俭节约的民族还是一个有机会就会浪费的民族 我觉得历史上都能找到根据 加而有之 对 对啊 勤俭节约我觉得是经济条件 有机会浪费好像是一种习惯 因为我在国外经常有人告诉我 从正面说中国人我特别喜欢交朋友跟中国人交朋友 因为他们都很大方 这个大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有机会就愿意奢侈一下 要面子这个面子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跟权力结构是有关系的 你看那个溥仪写那个我的前半生的时候 里面就讲到说他每顿饭都是一个巨大的排场 然后实际上吃的都不是那个东西 都是后面再送过来 但那个菜就浪费了嘛 因为实际上蒸煮炖了很多遍 等到他吃的时候已经没法吃了 这个就浪费掉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好像权力 不光中国日本 整个东亚文化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被权力影响很深 权力这个喜欢这个大排场 实际上你只要有了钱 你就开始喜欢大排场 我这几年采访了很多这个老板 我一进老板的办公室 我就想叫万岁爷 红木家具 屏风 然后摆的那个牌 你整个的那个感觉 就是极尽奢华的那个排场 但实际上很土 非常的不重视美感 你说这个 就是做着皇帝梦的人 会倾向于铺张 不一定皇帝梦 我觉得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属于平民社会 实际上平民社会的人都向往贵族生活 但是我想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受到民国初年这个西化教育的人 或者是民国时期西化教育的人 受到这些教育的人还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我在香港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当年我们就是跟孩子的父亲找到他 希望他给加州大学图书馆 亚洲图书馆捐一点钱 还缺几千万美金 不能封顶 就找到他 他说他要去加州 然后学校就说你干脆去接他 我就打电话 你到了让我 我怎么接 他说你就在地铁站学校 离大学最近的地铁站等我 这我很意外 吃的饭一切都非常简单 如果你到香港 他会对你非常非常的好 接待的非常好好 但他对自己非常简朴 这是我从我的感觉 他是受西方教育 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在道德上约束自己 所以前两年我们有些地方招商引资 怎么把外资吓跑的 就是人家这投资的一过来 你先来了一个大牌场 平坏线巨大的牌场 招待我 人家想说你这也不缺钱 而且您说这个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这个人叫查克费尼 据说他是比尔盖茨 巴菲特这些人行善的榜样 他们都是说 我们都是向他学习 查克费尼 为什么你看 咱们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 是全球著名的 叫DFS奢侈品 你看很多机场 建了个奢侈品免税店的创始人 他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捐钱行善啊 严格要求匿名 就说你觉得甚至就是说你要把我这名字暴露出去啊 钱就停止 就说以至于呢 比如说他捐给这个康奈尔大学 在几十很多年的时间里 康奈尔大学的这个校长啊 都必须费尽脑筋 跟这个董事会的人解释 就是这个钱不是黑道来的钱 也不是洗黑钱 但是到底是谁给的钱 我实在不能告诉你们 就这么一个老人 坐飞机 永远坐普通仓 然后呢 早年好像还有两三套房子 现在到了老年呢 把那两三套房子也都是转转手了 现在他跟他太太就住在一个租的这么个小公寓里头 就过这种生活 直到现在这几年就是腿脚不良于行啊 才抠成这样 才开始说坐坐公务舱 就这么一个人 然后把他的这个财产 就说到你看我他他这有数字 说到20密宁捐出560亿美元 现在他的这个钱呢 每一笔头像的慈善项目都有追踪 然后呢 他现在就是钱都没有留给孩子 然后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 每年他要目前查克正义 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 最终他的基金会将捐出80亿美金 560亿人民币 他笑着发誓说 这钱要是不能花掉 我死了都不能瞑目 你可以看看他的照片 就这个查克费尼 这个如果报道无误的话啊 你知道在在我眼里 我觉得这种人 就是我也不可能 永远也不可能 我也不想当这种人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所谓的菩萨吧 他他他他就不是一般人 你看 曹老师他这英语讲的什么 我当我我感到 就当我能够 帮到人 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帮助别人 我感到很幸福 我当我的所作所为帮不到别人 我不信 我就不开心 我感到不开心 你说这人这家伙 我觉得他的这种捐款的方式 让我感觉到一种独特的美学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常我们也见过很多大善人 那个大善人就是好像说你得感激我的那种感觉 甚至你这个受捐的人到台上来发表一番这个带着眼泪的演讲 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一种慈善美学 但是他这种做法就是真的慈善 这个格子我觉得提的这个你看你像我们老板讲啊 一个是就说对于提高什么公民素质 一个讲德嘛 道德引导 然后他还提出要法嘛 哎 我跟老我们老板在增加一个建言 我认为啊 还有一个美 就你这个引导人心呢 除了德 除了法之外 其实我觉得美很重要 对 你比方说人都臭美 如果某个行为啊 你外面你甭跟他说道德好坏 如果他自个觉得很丑他自个觉得很不美 他才真心的不愿意去做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就是什么样的生活用什么东西是美的 这个很有意思 比方说呃 我就记得有一次这个文道跟我形容的哈 我说我也是说我到日本 头一回到日本吃饭 我说吃不饱 吃不饱 后来的文道还跟我描述挺有意思 他说他说日本这个民族啊 一个是资源匮乏 在一个历史上 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 他说你想想 他们那个时候的难民呢 背着那个一点一点粮食 蔬菜都很少 就是一路长途跋涉 路上啊 哪怕米 有一根蔬菜 哎呦 他是真而重之啊 很对待他 所以你看 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去对 二战当中 日本人日本军队吃什么 这种铝制的饭盒里面装上一盒米饭 正中间放一个腌制的梅子 看起来像日本国旗 就吃这个 就是 就是 所以我 我我中国文化 曹老师 你外面有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真是博大精神 就是他什么都有 中国文化里头 当然有奢侈浪费 服务 但是同样中国的美学这个书 书法 中国的 我觉得对于到最后你看 哎 但是你看人家保留 中国文化当中当年的英联鸡齿印仓台啊 小寇柴飞久不开 一个柴门草编的这些东西 查到你看那个茶室 你简直认为他认为简陋就是一种美 你这这是一种美啊 其实这个我能插一句 您讲 简陋 这种这种不修饰不装饰的美 实际是在这个封城秀吉时期 立修的整个一个改变 在这之前完全是学中国的这个宋代的茶展呢 特别漂亮 之后封城秀吉希望做大 请了立修来给他打造形象 立修说啊 你是土豪品味什么都要金色 你看封城秀吉的那个鎧甲 都是金碧辉煌的太土了 真正要想让大家注意你 去掉你这一切奢华的面貌 改成特别特别简单的 不修饰不装饰 朴素至极 于是立修给他打造了一个茶道 完全改变了 就是那个瓦比萨比的 瓦比萨比 他的当中的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这瓦比萨比汉语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安静带点苦涩 但是对他的一种完全的 内心是平静的 内心的平静 因为那个安 对乔布斯影响非常大 苹果的产品 看就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你的触感是舒适的 你的眼前是很素的 但是其实那个 你你用起来说 你你那个那个 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你可以达到一种内心的沉浸 而且简单里边其实难度相当高 所以乔布斯才说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简节才是终极的复杂 会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你看 其实我现在看到的到中国很多地方 我就觉得 就是很多人公认的美 其实就是铺张浪费的美 就是哎呦 怎么样的奢华 穿金带银的大红大紫的 他认为这些 包括有的地方政府建个白宫 建个故宫 其实故宫要叫我说 都挺俗气 不是 我是后来 他们说故宫新修了以后 就说哎 他当年这个清朝 他们就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说 我怎么有点像个戏台 其实你觉得不觉得故宫 就是他也意味着某种趣味 朱红大紫的 对吧 可能还是 可能还是建故宫的模仿物 建太多了 所以有一点 这个审美上不适应了 对 其实故宫在建造上 并不是和中国的知识 你像营造法 是像壁画出土的 古唐代的宫殿 还是不同 原因就是清朝的影响 他们对那种子 那种那种 叫什么东北人的审美 群青的颜色的使用 那个是东北满族的特点 你看就是 比如说咱们就能知道 就说哎 你就说满族人 他们好哪口 比较浓烈的乱顿 是吧 然后呢就豪华起来 比如说你哪怕说乾隆啊 那时候清朝造的很多瓷器 卖很多钱 确实那个繁华紧促的 可是到后来 我看到 就说瓷器里边很顶尖的 是宋朝的汝瑶 存世没有多少件 天青色邓烟雨 那肯定就是宫廷里用的 那只能宫廷里用了 那么那个你就可以想见在宋朝的时候 宫廷里它是什么颜色呢 你可以看看一张这个照片 台北故宫的一个 哎 你看 这个有见过 非常好 你看台北故宫 你可以想见吗 就是在宋朝的皇宫里 实际它的气用啊 是这种减速的 但是这个速的难度 可比那花还高 我一直特别赞成宫廷 宫廷宫廷式定 一个日本学者的说法 宋朝是亚洲或者是世界 最早的现代社会形态 无论从它的审美上 它已经抛弃了繁琐的宫廷品位 同时军队和警察分家 军队它不用这种抓夫的形态 它是真免疫 你就是免税 你家里有人当兵 可以免家里多少税 文官和军队分开 统治国家的 治理国家的文官 它不用军队的人 它已经抛开军队了 不是军队统治 再一个教育普及 再加上最后一个 咱们现在跟西方接轨 引进的所谓的公务员制 就是科举制 实际西方的公务员制 是建立在科举制的引进 因为只有唯一的标准 就是考试 没有别的标准 考试当然也不公平 可是相比于其他的各种方式 考试是最公平的了 所以我就讲 我们从古代文化里 汲取的精神 是什么 也可以是这种 简素唯美的精神 我想起 没有记得 那个艺术董监 袁延呆 他说 他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美感 可能还处在一个16期 所以一个青春期的状态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 因为我们之前的经济基础 是特别的 你比如说 我现在觉得 我要是跟陈小青点菜 我觉得我点这个菜 我就丑 我就觉得丢人 最后剩下一大堆 哩哩啦啦 人家吃得干净 大家都满意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美美 是吧 我现在就有这个 我就不敢点菜 我就得让他们这 懂行的点 我怕我一点 就点得很难看 出养的 我怕我摆 事情 的 所以 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